另外啊 其实我觉得网络上面的种种 不管你满意还是不满意 其实呢 启发我们想到这个网络之外 你比方说啊 为什么说网络有时候能把一些贪官整下马 当然也有一些冤枉人的 把人家个人隐私弄出来会破坏人家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说这样不好的话 那么是不是应该想到 权威的媒体 正经的媒体 包括正经的公检法司 他是不是应该对于民间的意见 对于什么 就是你本来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你本来应该按照正规 你正规渠道把它解决了 不就好得多吗 为什么现在网 你给了网络这个空间都到网上去了呢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些空间 就像我比如说我有女儿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老在谈论 这些少年就是中小学生 为什么整天挂在网上 甚至他弄一个小手机 那么点小荧幕他看的不停 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在给我女儿 比如说买他这个年龄 看的书的时候很难买 就是你要让他看一些其他的网络之外的 你觉得对他很好又很有趣的读物 确实有限 比如我弄了半天就想到那前几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杨红英 后来我看他上了作家富豪榜的前多少名 也难怪就他这么一个品牌 写马小跳 我反正看的就是一个系列 都是写的那些中学生里边 现在的生活 他有各种主题 小孩能看得进去 可是这种书就不多 你知道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郑渊杰写 你童话的 弄不弄吧 就没得买了 就只好买那些外国的经典翻译过来 其实我想比如说他应该学中文 应该最好还是看原汁原味的吧 但是你可选的太少 你有什么权利责备他 你老去看台湾的或者什么日本动漫 你老看网络文学 你给人家提供别的更有趣的精神食粮了吗 这其实是相通的问题 网络对于世界是一个新的现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它更是一个新的现象 能够有那么多人上网 那么多网民 而且相对有比较大的空间 空间一大了 自然你就不能要求 说是人人说出来都是真理 如果只有真理能上网 那咱们这个网络就得全得关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让人习惯 知道有些非真理 知道会有一些偏激的 哪怕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会出现 这个其实是会使我们这个社会更成熟一点 是不是大家也就是提示了 包括您我不知道您看不看那些骂您的东西 看了您生气吗 还是说 我很少生气 接下来问题播出 走向2010 我热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